前些日子跟几个闺蜜聚会 一帮伴老徐娘拿着那美颜手机争着互相拍照 然后呢就比较用谁的手机拍出的效果更佳 我从来没拍过美颜 就前几年拍过一次 是一个香港商会的一个会 把那同事呢给拍的 拍完了以后发给我了 发给我有一看吓了我一跳 这这这这是我吗 这这简直是遇到鬼了不是 这这上面就是人家给我发过来的 就这么一张 近日挪威的立法院通过了一个新规 任何在互联网上你投放广告啊 那些明星啊网红啊 你都要将PS的照片进行标记 什么磨皮啦 瘦脸啦 美颜啦 风唇啦 一切详细操作你都得明确备注上 让人一看一目了然 违者罚款甚至坐牢 就在这次聚会的饭桌上啊 有一个闺蜜就兴奋的约我 让我啊陪她去四川某地啊 去见一个网友 我一听说你 你是不是发的那个美颜照片啊 你就不怕人家见你之前是十二点啊 见了你之后就是六点啊 孔雀开屏是挺漂亮 她转过身来 那就是个屁股吗不就是 再说了 那美颜可以把五官修正了 三官不合你可就惨了 这闺蜜啊 小声嘟囔地说 不发美颜 恐怕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 还谈什么三官呢